当地时间下午1时15分许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大阪关西国际机场 习近平步出舱门 日本政府高级官员、大阪府知事等在咸梯旁迎接 本次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于6月28号至29号在大阪举行 习近平将在峰会上深入阐述对世界经济形势和全球经济治理的看法和主张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日本大使孔炫佑也到机场迎接 与会期间习近平还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中俄印领导人会晤 中非领导人会晤 并同一些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 中俄印领导人会晤